本片感谢每张苹果将会赞助播出 如果要看一个具体的赔偿金额 可以从分段到后面看 这边我先讲一下前因后果 让大家知道整个过程 之前我有提到因为苹果的照修方案 所以我去修了MacBook Pro的键盘的经验 那次是去A13 那部影片大概有2万多次的观看 文章的反应也很热烈 很高兴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其实除了影片2020的那一次维修之外 其实大概过了快要一年 又发生了键盘卡住的问题 所以我又去修了第二次 那由于当时网络上的资料很少 几乎没有人分享能不能修第二次 经过电话客服的询问 给的答案也很暧昧 我记得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是现场个案而定 因为那个通话内容是两年前的事情 所以我就没有记得 但是我记得第二次维修 我是去台北101的那家店 这第二次维修的范围又更大了 那第一个 当然就是键盘又卡住 脱落故障的问题 那测完的结论 是可以修的 这个还不错 那同样是C键全换 所以包括C键 键盘 还有电池 不过不像第一次一样 这次就没办法当天拿了 那第二个就是我顺便反映了一下 萤幕右侧局部有支架大小的褪色 那其实我觉得这台笔电用下来 它的萤幕色彩是蛮准的 但就是后来发现这个地方 有局部的颜色不对 那有对萤幕制成比较熟悉的朋友 可以再指正一下正确的说法 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萤幕这部分的电源是比较贴近 他说这台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案 去争取萤幕更换的 来解决这个褪色的问题 那他问过主管以后也确定OK 所以又多换了一个萤幕 第三个就是电源说 这台机器它是有机会 可能是符合更换SSD的序号的 那电源就一边跑全机的测试 那我很自信的跟他说 哦这我知道 这个方案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有丢序号去官网看了 然后他说这台是不需要更换的 然后我话刚讲完 机器刚好也跑完测试了 显示出来这台SSD 也是属于可以更换的 喊过久 这次看来啊 这个送修 环境也是要整个重新设定了 那也好吧 就当做大扫处 那至于为什么我之前丢 官网的时候序号 他是说不用还的 我想可能是因为后续的范围可能有变大 我觉得可能只能这样解释了 那小杰来说 其实第二次维修 就只剩下底盖 主机版CPU散热模组没有换 其他全部都换新的了 那光是这次维修项目的价格 大概就已经比这台笔电的原价还要高了 而取舰当天 因为台北101的网路还算快 我就在现场花了一个小时 把环境见了一下 然后顺便测试看看整机的硬体 大概测了一个小时啦 那我觉得都蛮稳的就回家了 那结果回程在捷运上 荧幕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那具体是什么情况 因为也是过了两年 我忘记当下遇到的那个荧幕是什么状况 那总之我后来也懒得再跑到台北101了 我就找一个比较近的 授权维修中心预约更换的荧幕 所以就去换了一次荧幕 好那总结来说 这台呢一共换过以下零件 不过维修费都是零元 但是来回奔波还有 跟少一台笔电使用的感受 其实是非常难受的 实际上我还是觉得蛮麻烦的 后来大概又过了一年半年吧 这台笔电我用OWC的Aura Pro NT-ETB 把内建的256GB的SSD换成了ETB的 因为现在我用Mac的笔电 现在已经转换到MacBook Air M2了 那所以这台旧的MacBook Pro就当作背机来使用 不过后来MacBook Air M2的松秀期间 这台笔电也帮我负担了一部分工作的两能 去年底的时候我收到一封email 但我没有马上点开 因为看起来有点像钓鱼信 然后后来检查一下 觉得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 我才点开 那发现里面呢 有一组ID跟一个PIN码 那我懒得看他信写什么 我就想确定这个网站到底是在干什么的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可能我之前填过什么个资 然后说自己键盘有问题有坏掉的吧 那我就后来大概看了一下域名 以及网站的内容 我觉得这应该是苹果透过购买记录 或是维修记录发给有遇到问题的人 那当然是透过律师事务所去发的 影片前面的过程呢 就是在铺垫跟解释 为什么我会属于这个第一类 我修过两次键盘的问题 都是属于整个换C键的 所以是属于比较严重的这种第一类 可以获得美金300到395 那大约就是台币9000到12000这个金额 那这个金额的差距 具体就会取决于 有多少人参与到这次的配偿 那如果是单次换C键的话 就会属于第二类 可以获得美金125元 或是可能更少一点 那如果是换键帽 则可以获得美金50元 或更少的赔偿 详细大家可以去看 它的FAQ应该可以回答到 大多数人的问题 那苹果这次总共 以5000万美元来和解 所以第一时间 我的确觉得 这个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然后年终奖金 不过我觉得呢 背后一定有一群人 为了这个苹果键盘的问题 挺身 跟有超想法务团队的苹果来对抗 才能帮大家争取到这些权益 所以在此 我也是深深感谢你们 那如果你符合这些条件 你也收到email的话 具体的步骤就是 在这个页面里面 填写你在email收到的ID跟PIN 接着就会进入到 填写个人资料的页面 其中预设的国家是美国 那它是按照预设字母排列的 所以台湾只在上面一点点而已 个人资料填完送出后 就会看到成功页面 并且它会提供reference number 同时它也会让这些资讯 在email到你的email 因为符合这个条件的机种 我至少买过两台 不确定有没有到三台 那我确定是至少有两台啦 而之前有一台是卖给朋友了 我不确定呢 它有没有去做过键盘的维修 或是怎么修 我现在也没有联络到它 那看来这种情况 就是属于FAQ第12题 后半段有回答到的情况 但是我还没有实际去执行跟测试过 所以理论上 如果有两台的话 那这个金额应该也是两倍啦 虽然这笔钱是苹果支付的和解费用 但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感谢 这些帮忙争取权益的人 我想一定有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过程的细节 一定是很辛苦的 而对苹果来说 我觉得目前他们对电脑售出后 可以去维持产品设计 寿命四年的维修服务 我觉得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 毕竟大多数品牌是没有这样的服务 或是真的赖一点的品牌 基本上你完全不用指望啊 那我觉得一台笔变四年 也算是合理了 不过我个人呢 后来又坏掉了第三轮键盘 那是发生在刚好 购买后四年以后的时间 所以就无法得到维修 我是觉得还是蛮可惜的啦 我现在是比较少用这台笔电了 但是因为它现在键盘 有一些按键是坏掉的 那我推荐就可以用 CaraBiner这款软体 它可以帮你改掉一些坏掉的按键 那例如我现在 音量降低这个按键是坏掉的 可是我非常需要 音量降低这个按键 所以我就把静音跟音量降低 两个按键的功能对调 位置对调 因此我现在用静音的机会很少 降低音量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使用时就是改一下习惯 苹果当初愿意尝试新的机构 用蝴蝶键盘的确有它创新的地方 我个人是蛮喜欢那种 扁扁偏硬的手感 有助于笔电做得更薄 然后我觉得打字起来 也渐程会更短 那当然这个妥善率太低 故障率太高 真的是令人发指 维修时间其实也是消费者的引擎成本 还有生产力的损耗 那我还是希望苹果可以秩序保持创新 让我们用上更好的产品 那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